盼望着盼望着天玑9000来了 哎呀这是等了好久了 太不容易了 我相信在座各位也和我一样 对于联发科重回高端的这一颗天玑9000是非常期待 毕竟天下苦高通久矣了嘛 那么今天我们就拿到了市面上第一台搭载天玑9000的量产机 OPPO的Find X5 Pro天玑版 之前我们已经测试了Find X5 Pro的高通8000E版本了 天玑版和高通版这次算是在同一个模具 同样的散热底下同场竞技了 那这两位到底性能和能效上有多大的差距呢 我们今天就来对比测试一下看看啊 另外我们做的PC系列薰章和钥匙扣 周边也已经上架了我们的淘宝店极客湾的店 首批我们做了CPU 30系显卡 还有内存硬盘和风扇 五种款式供大家选购 买满五款的话还可以送你一件T恤 喜欢的同学不妨去我们的淘宝店极客湾的店去看看吧 天玑9000的规格分析我们在之前的工程机视频里已经给大家做过了 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它的CPU部分和骁龙8件一样 采用了ARM新的Cortex-X2、A710和A510的架构组合 但是联发科的频率定的更高 缓存更大 制造工艺也要更先进一点 这个CPU部分可以说是优势不小的 GPU也是用上了最新的ARM G710 MC10 高通在骁龙8件一上的GPU提升很大 所以天玑的GPU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很难打得过的 但是这个新的GPU规格倒也还算不错 既然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跑一下性能看看好了 不过在我们这次测试的过程中也是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Fina X5 Pro的电源管理策略比较特殊 我们没有办法用之前惯用的电流剂测出准确的功耗 所以这次Geekbench的功耗只能用软件来测了 这个误差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采样率太低了 所以我们的深度分析 包括低频的能耗分析 就等更多机型上市之后 我们再来做一个深度的测试 今天我们更多就聚焦在实际应用场景里面 不管怎么说 我们先来跑一下Geekbench好了 天玑9000的CPU单核1300分 多核4300分 这个单核算是赶上A13水平了 多核则是有A14的水平 比起高通的8件1还是强了不少的 在安卓机阵营确实可以撑王了 相比之前测的工程机 Final X5 Pro的单核还不错 但是多核就要稍弱一些了 功耗方面 这个天玑9000在4300分下跑到了9.2瓦的CPU功耗 有一说一这9.2瓦算是一个比较高的功耗了 这意味着天玑9000如果想要火力全开的话 你也是需要很好的机身散热才能压住的 这并不是什么特别节能的CPU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功耗仍然要远优于骁龙八镜1 而且联发科确实跑出了很强的性能 不过我们这里跑的只是极限的跑分测试 我们更想测的其实是日常使用中更多用到的低频点的测试 那这个就放在以后的深度分析里 给大家做了 再来看一下GPU 这颗天玑9000的GPU跑Aztec Ruins的1440P OpenGL可以跑到42帧 这颗GPU其实都没有比骁龙八镜1差多少 应该说还是挺强的 更强的是它的功耗 在Final X5 Pro上 我们玻璃屏幕跑出了7.6瓦的功耗 这个GPU功耗比起这两年翻车的安卓旗舰都要来得更优 这能耗比似乎还是挺不错的呀 不过Final X5 Pro这台GPU 相对来说在降频策略上就比较保守了 我们这次测了3DMark Wildlife Extreme的压力测试 峰值跑得很好 2400多分也是接近8G1的峰值水平 但是稳定度就只有64% 这个温度强定的有点低了呀 好在这颗GPU降完屏仍然有888的性能 光明山脉的结果也是差不多的 最开始非常非常高能跑到将近50帧 这都有接近A15的水平了 整机功耗能到9.2瓦 挺恐怖的 但是5分钟以后就被降频到了30帧以下 也就是865的GPU水平了 限制的相当严格 不过降完屏后整机功耗也降到了5.2瓦 其实是要比865的整机功耗还低一点的 能耗比算是合格了 作为发烧友 看到这种比较怂的调度策略 其实我是有点失望的 但是我们现实一点讲 现在的手游也确实吃不到多少峰值的GPU水平 对吧 你有865的那个性能其实已经够用了 能把更多的功耗空间留给CPU 我觉得反而还更有用一点 理论测试跑下来 天机9000还是基本符合我们之前在工程机上测的结果的 尤其是CPU的能效方面 相比8G1有非常大的优势 那么这种优势能不能转化到游戏当中呢 是时候就来跑一下原神了 现在原神已经适配了天机9000平台了 所以说鼠毛的结果分辨率是真720P 比起之前的工程机要高一些了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基准测试 也就是高画质25度WiFi下的表现 你可以看到同样是Find X5 Pro 用着同样的散热规格 天机版的帧率要明显的优于高通版本 前10分钟天机版基本就是接近60帧在跑的 相当的流畅 这一段满帧的整机功耗是7W 相比之下 8G1要想在720P分辨率下跑原神满帧 恐怕得吃掉8W甚至9W的功耗了 我们之前测的realme GT2 Pro 就是在8W的功耗下 跑到了720P 55帧的帧率 不过7W对于非游戏手机来说依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功耗还是有点高的 所以十多分钟之后还是出现了降频 最终30分钟 我们这台Find X5 Pro稳定在45帧左右 全程平均51.2帧 降完频的天机9000 原神整机功耗也降到了5.4W 相比之下 8G1版本的Find X5 Pro 降完频之后也是差不多的功耗 但是帧数只剩下38帧了 性能上确实是要更拉垮一点 温度表现上 天机版的机身最高温度也是44度出头 并不算很高 但是发热位置是在手指握持的地方 所以说高负荷游戏还是能感觉到发热烫手的 既然7W的功耗对于这个机身来说依然有点吃不消 依然需要消消火气 那么降点画质是不是可以跑得更好呢? 还真的可以 我们降到中特效之后 果然原神的表现就好了很多了 哪怕跑完30分钟 依然可以维持在50帧以上的帧率 全程平均56帧 整机功耗6W 这个游戏体验明显就要更好了 所以说天机9000的机器 平时也是建议开中画质来跑 基本可以维持一个比较流畅的帧率 不过大家最想看的 应该还是30度室温5G流量的魔鬼测试吧 这个测试就没那么容易了 咱们天机9000纵使能耗比还行 遇到这种地域环境 也只能坚持6分钟的60帧满帧 之后就会一路降频 最终稳定在35帧 说实话 它能坚持6分钟满帧 我都觉得挺不容易的了 更重要的是 魔鬼测试的机身最高温度 控制在了48度以下 远远优于一众888和8G1机型 这个体验在我们参测的历史机型里 已经算是不错了 除了原神之外 我们也测了负载低一些的王者荣耀 由于王者荣耀依然没有支持iPhone的高刷 所以我们这个90帧的测试就只限安卓了 最近的版本似乎有更新 带来了一些额外的画质选项 那我们就所有机型重测了一遍 把画质全部开到最高跑90帧 看一下能耗表现怎么样 果然不出意外 天机版跑王者荣耀的整机功耗 依然相比高通版更有优势 基本上和709000的机械是一个功耗水平 这个表现也是要优于870机型的 应该说还算不错 相比之下8件1版本甚至都没坚持住90帧 这个4.6W还是在掉到80帧帧率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差距实在有点大 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对比下来 天机9000版本相比8件1版本 简直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 但我跟你讲 这最大的影响还不是在游戏上 而是在日常续航上 我们这次设计了一个测到死的综合续航测试流程 包含了微信消息、语音、视频通话、信息流、抖音、B站视频、2D游戏和3D游戏 8个项目各跑半小时 最后我们看视频看到自动关机记录续航时间 之所以我们这次选择测到死而不是看电量来记录续航 是因为系统电量往往是不准的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都有过最后5%的电能用很久的经历 比如说我们这次测试项目里面 第一个发微信的项目 高通版电量都用到92%了 天际版居然还是100% 所以说不同手机的电量计算方式可能是有点不一样的嘛 那么这个续航测试最终的结果 你猜猜看到底差了多少 我告诉你 差了将近40分钟 同一款机型 同样的电池容量 天际版本坚持了7小时13分钟 高通版只能坚持6小时34分钟 这还是在高通版本游戏降频更严重的情况下 光是处理器不一样 都能带来这么大的续航差距 我只能说 这太离谱了 测试做到这里 我觉得大家对于天际9000的性能应该都已经有数了 尤其是和高通版本比完之后 就让我对于刚买了8正1手机的同学特别的同情 你说世到如今8正1还有任何的优势可言吗 可能ISP还不好说 拍照我们还得进一步测试 但是别的方面 高通确实是被联发客给玩虐了 这两台翻的X5Pro 如果不是为了这颗马里亚娜的话 我肯定是选这个天际版本的了 不过话说回来 从我们今天的测试里也感觉到了 天际9000也并不能算一颗非常节能的处理器 尤其是你需要火力全开的时候 天际9000依然对于手机的散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只不过这个要求在我看来还是在合理或可实现的范围内的 整机7W的原神跑60帧 跟苹果还是差的老远了 但是至少被动散热还是能勉强做到的 要是换成8正1的话 那你要是不装风扇应该就不用想了 这也让我更加期待之后天际8100的表现会如何 之后我们会做更多深度的测试 为大家解析现在各种安卓芯片的真实表现 包括我们也会做低频点 接近日常性能下的能效分析 我们会去画能效曲线 而不是像以往只有极限功耗的测试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觉得有用的话 不妨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 极宽爱店 看一看我们新上架的徽章盒要是扣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以后再见了 拜拜